好了 之后 我们用浓的 我用浓的呢 画 鹅片 画三个 一 二 三 梅花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如果你要画正面的 那你要画正面的 点下去 来个圈过来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好 不一定圆 不一定圆 因为它各种形状不同 你要圆也可以 等一下圆一点 然后呢 用 浓墨 然后再用浓墨在外围 每一个 你画出来的 得丝上面 点 就是梅花 梅花 梅花也简单 梅花画花简单 是画那个杆子不简单的 那个要仓劲有力 哦 这就不容易 来 来 我们来画 比较规矩一点 一 二 三 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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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什么地方你可以看到梅花呢 现在梅花期应该过了 现在都结果 那个复兴香 那个甲板山那个行馆 以前蒋宗正 我们的老总统在那边 那个是他命令 他的部下去种的 有好几百棵 那个地方他开花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 但是这个花呢 有时候会 你不会正面的看 你会斜的 斜的呢 你可以这样子 这个是斜的看 一二三 后面两半 就是五半嘛 然后呢 你就可以 一 二 三 就粘着那个树干 然后他蕾式蛮长的呢 蕾式蛮长的 所以会吐出来 他会吐出来的 所以呢 画这个梅花 我们这个是小血液 小血液跟工笔什么地方有差别 他是白色的梅花 他是白色的梅花 所以他的花瓣都一样 只是那个鹅片 工笔的话是要用白苗 然后加色 那我们这个小血液的话 就直接一笔下去就变成鹅片 花鹅 鹅片 那么这个各种形状啊 就是要练习 就是要练习 你们回去呢 照这个练习 血液的 照血液的这样练习 梅花在树枝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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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样子 这个是花苞 好 那花苞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沾在树枝上面 还有一种呢 是 它在树枝的背面 它在树枝的背面 在树枝的背面 在树枝的背面 这个时候呢 它这样的时候 它这个额片呢 都看得到 有五个额片 对不对 这个枝条是这样 从它的后面这样过来的 所以 所以都看得到 那我为什么要留白呢 为什么这个枝条到这里要 跳过去呢 因为 我等一下就是要画 花瓣 画在这里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正面对着你的 那个花瓣 这个是背面对着你的花瓣 这个是正面对着你的花瓣 这个是正面对着你的花瓣 另外呢 所以呢 我们在构图的时候 必须要有层次 最好是两层 三层 四层 所以呢 我们这个花瓣 它也可以 它旁边还有一个花瓣 旁边的后面还有一个花瓣 旁边的后面还有一个花瓣 这样 枝条的前面有两朵花叠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三层 然后呢 你还可以 交叉 交叉 这个把它跳过去 表示这个枝条 是在 第一个枝条的后面 这样子的话你的构图就会火了 是吧 不要全部都平面 是吧 那可以自己去构图 你慢慢慢慢你们就 自己有自己的话 而不是说 跟老师一模一样 学化 那如果老师的面对枝条交叉的话 角度 不一定有怎么样 不一定 不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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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你两个枝条交叉 一定有一个前一个后 比如说我现在 这里是一个枝条 好 好 那我另外 另外 另外有一个枝条 这样出来 跳过去 这个就两个层次了 这样 一前一后 对不对 那我这里可以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朵是 背对着我们 这里是一个花 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 基本上 我们从一开始 先画花开始 从画花开始 然后慢慢的 去体会 怎么样去构图 因为花是固定那样子 那花把它练熟了以后 以后怎么配 怎么配 到以后 你要画 画这个 这个 画这个树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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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外曲扭巴 树干 就这样子来的 然后呢 它有 它 这个梅花 有些枝条就 很直 然后上面 都是梅花 都是梅花 那要 要分布在那里 就是慢慢 就讲到构图 这个 还不到 那常常有人说 哎 画这个梅花的树干 最好是 一坡三折 那一坡三折代表什么 一坡 就是一个坡 从这里 这样子一坡 那一坡 三折 这个 这个是 树干 然后它就 折过来 再折过去 这样子一个坡 一坡 一折 两折 三折 一坡三折 比较好看 你如果画 你如果画树干 就是一坡 一坡 只有这样子 不好看 不好看 所以说一坡三折 所以说一坡三折 小师他乱折 乱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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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得好看也可以 哎 一定要从下面画上来 哎 不一定 不一定 由上往下也可以 由上往下 那 不规则就对 不规则 好 那个 哎 今天怎么讲这么多话呀 开学 开学第一天还没有讲 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啊 我们前面的部分讲少一点 练习的部分多一点 这样比较好 要不然十五分钟里面